我是梁文英 我想知道你覺得情人跟知己的分別是什麼呢? 情人跟知己我會選什麼呢? 我想我會選... 知己 因為知己知己發展 有什麼方法可以將有好感的知己變成情人? 如果我選了知己怎樣發展成為情人 其實我就建議大家千萬不要做這種事 因為知己需要很多年的時間才可以回應到出來的 萬一在這個愛情最後失敗了 就沒有一個朋友 我沒有覺得非常可惜 所以通常我的好好的朋友 我都不會經常忘記 你覺得分手了的情人怎樣才可以成為知己呢? 做不成情人怎樣變回到自己呢? 其實這就是很高難度 就像我剛才說的 就是不要亂去做情人 但是萬一不小心做了情人 但是最後又不做的話 我覺得首先就在分手的情況 就要很好的處理 千萬不要像現在的人這樣 就發個短訊 就當沒事 或者就說再見 就好好的處理 還有千萬不要吵架 跟著就以後就沒有聯絡 如果真的吵架之後分手的話 就找一個大空的電話去 就是... 令大家不要因為錯誤的去分手 那幾年之後呢 如果真的大家有情侶還在的話 其實會做回我朋友的 我非常愛你 非常確定 你想情人 又像知己 我心裡 能遇見你 身上天賜給我的父親 那種開心 那種握心 那種安心 幸福很難 我相信 幸福很難 我相信 只要我們都努力 眼頭搖兒晃滿 也都是美景 你